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數位疾病監測 主要跟傳統的疾病監測 也稍微不同的地方 可能就是包括有幾個面向 包括在資料的蒐集 一些資料整理的方式 還有最後資料整個做一些分析跟呈現的方式 都會跟傳統不太一樣 傳統的方式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 在古早年代的話就是 要通報一個疾病 意思可能就是要寫一個通報單子 然後最後就傳證到衛生局 那衛生局再把這個資料再傳給 那個疾病管制署 然後之後疾病管制署再把這個資料 建到系統裡面去 然後之後再把這個資料呢 用以色的方式去做進行一個分析 但是就是說在整個的資料的蒐集面上面 還有包括整個資料處理的方式 跟那個時效 不管是時效 或是說它的那個呈現的豐富程度 跟現在我們這些技術上面 是不是有點的差異 那這邊可能就是 其實這個也不是新的東西 那只是說我們這幾年 把一些就是一些新的方式 或是說已經在比較成熟穩定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 那另外最後面我也會提到說 一些可能未來一些新的資料來源 跟一些可能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先看到什麼叫做 Service就是監測 或是說那個就是一個 可以看到就是說 監視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通常大家會想到說 這是一個監視器 那或是說這是一個 海面上那個雷達在監視說 是不是有一個 木影的船隻 或是一個飛彈 要過來炸我們潛艇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它就是代表一個東西是 我們左邊的這個就是一個 攝影機 它在做什麼事情 它是不是一直在錄影的對不對 所以它在持續的在那個這個錄 錄那個前面 從它前面去 不管它經過發生任何的 是一個人事 或是一些物品 它經過一些 它就是很那個就是 很一五一十的 就是將這個東西記錄 然後傳送到一個遠端的一個主機 然後讓後面的人能夠做一些分析 那另外這個雷達也是一樣 它自己是在那個 骨力硬的範圍裡面 不停地去掃描 然後看是不是有一些 預藏的訊息 那所以整個事實上那個 這個監視就是這個 不是只有在整個疾病上面 會做這個應用 然後在整個各行各業 甚至各個領域 那個整個 那這個事情是一直持續在進行的 那 當然 我們也會講說 就是它會有一些的 就是 跟一般的就是說 做研究調查是不太一樣 那你可能 一個研究調查 就是可能是一個 cross-section 一個 survey 那可能做完一次問卷之後 那之後就會做完一些資料分析 那最後就是寫一個報告之後就沒了 但是 surveillance 它基本上是那個連續性的 還是不中斷的 那所以就是 當然最後一個 做一個事情就是說 那你這個資料需要 收集完之後需要經過一些 匯整跟研判 那以往早期是說 隨便時我們只會想說 這個資料如何收集進來 那但是後來就是說 包括它分析 或是說它再如何去解讀 那如果去看到 中間是不是有一些遇上訊號 那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一些技術 那會包括一些就是樹林模式 或是一些統計模型的一些建制 那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說 你這個資訊 不是說你收集來就是 就好了 你要想說 那個這個資訊 要怎麼去使用 那它可能是說 會變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公告的訊息 譬如說我今天跟你們講說 那今天 他還是 鄭格勒又新增了多少個病例 那 他也可以拿來做說是一個 我們要評估說 譬如說 好 那我們今年開始就是 施打了那個流感疫苗 好 我們特別針對一個孕婦的族群 那我們就是後面來看說 那在孕婦的族群的話 就是會出現一些流感病發重症 就是可能出現 孕婦得到流感之後 得到肺炎 這個人數是不是有下降 那就是一個監測資料 來做一個應用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所以整個的監測 就是包括 就是資料的收集 那 資料整個如何匯整 那如果去做一個分析跟解讀 他最後整個去 去他的去 去發布跟使用這個資料 都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 這個資料收集的話 那 他除了說像我們 傳統醫師要通報一個疾病的時候 要填一個單子 那 新的方式就是包括說 它可以是說從 去收 我們有健保診斷碼 那我們可以去看那個 醫師有那個 就是 申請健保 說 給了那個疾病診斷碼 或是說 我們去看說 那 這個 今天 今天那個就是 救護車裡面 那 那個就是打 大家打19的時候 有多少個人是因為說 一些內科疾病 來求診 這些資訊都是 可能是一個可能的資訊來源 那甚至新的話 我們會從一些網路的一些 收集引擎的關鍵字的那個 具備呼叫的量 或是說 在那個社群媒體上面 某個關鍵字 或是說每個文章 被分享的事數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 可以拿來做一個 資料收集的一個 一個來源 那收集的方式可以是自動 也可以是傳統的 傳統就是說 那我用紙本的方式去記載 然後用傳真的方式 新的方式當然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自動化 然後使用一些電子的方式 去進行資料的收集 然後這樣才能加速 整個監測系統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那個就是資料 能夠讓它很快 自動化的進來 那再來就是說 那你資料進來之後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說 你需要幫 將這些data 變成可以用的information 那這個步驟 就有一個步驟 就是要做一個資料清理 因為你進來的資料的話 可能是說它 因為通報資料 它有可能說 因為填的格式欄位不完整 然後它填的資料不對 那我們需要去做一些 不管是人工 或是機器的方式去檢核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資料量大的時候 那我們就需要一些 那個就是資料庫 可能是有些人知道說 就是使用像Seql 或是說等等的一些 一些方式去 將這個資料很有 那個系統性去 將那個資料做進行一個收集 那接下來呢 進行分析 然後早期的話當然是說 那個更早期是說 可能大家是拿那個 甚至是算盤 那個就是 或是說是拿一個計算機 在那邊算算算 那在後來 的話就開始有 這種失算表 這個意思 那更後來的話 就現在 這幾年有一個 很新的名詞 其實也不太新 就是喜歡叫做 Big Data Analysis 然後其實 我們現在使用的資料 絕大部分都不是Big Data 但是這個Terms是說 將我們一些資料分析方式 再做一個包裝 那早期一問 你會聽到說 有叫做資料探勘 資料採礦 然後後來有叫做 就是OLEP 或是說這種 商業智慧的分析 然後現在又是 換一個Big Data分析 那其實用了工具 但我不能說 那個Big Data分析 這個事情是一個 不是真的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說 號稱政府說 很多什麼大數據的分析 那其實只是說 一個傳統沒有在 就不能用ISO 去完成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現在用其他工具 去完成 那但是並不是真的 一個Big Data Analysis 那所謂Big Data 就可能它的資料量 可能要到PB 就是到幾個 那個Petrobyte 那另外它使用的那個 資料分析 那個資料的一個資料 資料儲存的工具 可能不是傳統的 觀點式資料庫 也不是說就是 那個資料可能就不是 像傳統的可以 那種一個資料表 然後有幾筆的Record 這樣的方式 然後有幾個欄位 這樣的方式去儲存 那它可能是需要一些 新的一些 非結構化的一些儲存方式 像是使用一些 Hadoop等等的一些資料庫 的儲存方式 那這樣使用的分析工具的話 它就是會有一些 新的一些那個 新的工具來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那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 程式語言 那甚至說一些新的技術 像Spark等等 那這邊就不再多提 那這些資料能夠就是 進行分析之後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去那個就是 將這個資料去做一個發送 那早期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會那個就是一樣 到目前還是一樣 我們會有一個記者 會對外去公佈 那甚至更古早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年報 一年會做一個年度的統計說 一年有多少個人得到瘧疾 或者得到得二人這樣子 但是現在的話就是當然 你的那個資訊的那個發散 或是這個散布 不能再用傳統這種方式 因為大家都希望說 這個資訊能夠 越快越急 使越公開越透明這樣子 那所以 那除了就是傳 我們現在大家知道說 我們會使用網頁 或是使用這些一些系統 來做一些資料呈現 那當然 也是那個 包括這些社群媒體 包括說 就是Facebook 包括Online 也都是我們發送訊息的一個工具 那更新的話就是說 那我們 大家也可能就覺得說 這個資料其實 政府給的資料 或是政府分析的方式 也許不是我想要的 那所以在 也是這兩三年開始 就是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Open Data 也就是說這個資料 你最後蒐集出來 然後我們覺得說 這個資料經過 整個聯判過 或者覺得這是有用的 然後這個資料 我們也是希望說 那全民能夠來共同防疫 或是共同參與的時候 那就會將這個資料 就是以接近是Rotator的方式 然後就是公開給大家去使用 那這個監測資料的實用性 我們剛才有講過幾個 當然包括 你可以去看疾病的監測趨勢 那當然也可以就是去 描述整個疾病的一個 就是整個疫情的那個 歷程 還有包括說 是不是可以找到新的一些疾病 那當然更重要的事情 譬如說 譬如說 我今天要監測那個 那個流感病毒的 那個抗病毒的抗藥性 那主要就是因為說 你想知道說 這個病毒是不是出現了一些變異 那甚至我想去監測 那個 是不是有流感病患重症 就是這個 得到流感之後 可能出到加護病房 或是死掉的人 那主要是因為說 假如說這個人數突然間變多的話 那是不是 表示這個病毒 是不是有個 也是有一個 產生一個 然後之後 造成一個 一個比較 比較毒的一個 新的病毒組出來 這樣子 那另外 你也可能需要去做一些 像說 那我今天就是 做了一些 intervention之後 那我去看這個 intervention之後 怎麼評估 那舉個流感為例的話 就是說 那我今天就是去打流感疫苗 那我還是會繼續去使用這個 就是監測說那個流感發明 就是流感人數 是不是有上升 或是下降 那主要是說 你要知道說 那這個 假如萬一說這個 你今天這個 疫苗的含概率到多少時候 那預期的時候 已經是到很好的時候 但是這個整個 得病人數還是非常多 那你就可能想像說 它是不是這個 疫苗是不是有 mismatch 就是說 它的這個病毒株 跟那個疫苗株 是不是不合 那導致說 這個疫苗的保護效果 就變差這樣子 那 所以這個會有 後面就是會有很多相關的一些 使用 使用跟使用的地方 那 那 有關於監測的話 那 它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但是假如說 在描述趨勢的話 那你可能 有幾個名詞 就要先知道 就是說 第一個 最重要就是說 Case Definition 也就是說你在收資料的時候 你到底收資料是要幹嘛 你的目的 是為什麼 那你收了 你收的資料是 是怎麼樣的資料 因為你假如不給它一個 定義 給它一個範圍 的話你收進來的資料 可能就是一些垃圾 那 因為你可能就不知道怎麼用 或是說你收進來的資料太雜 到時候你花了很多時間去清理這些資料 然後就 最後發現說這個資料 全然無價值 所以 當你在想要再進行一個 進行一個監測的時候 或是你想要使用一個資料的時候 那你可能先看看說 你有 心中有沒有一個確定說 你想要看是什麼 所以你需要做好你的那個 Case Definition 這邊不一定是指疾病 不一定是指疾病 那舉例來說 譬如說 你今天想要去看說 我今天是 那個 這個就是 自己登革日好 那 我現在看登革日的那個病例的話 那當然我去定義說 那是符合了什麼樣的症狀 臨床表現 然後符合怎麼樣的實驗室定義的話 我們就會分為確定病例 那大概有可能它是 可能不完全符合 那兩項條件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把它換為 所以是一個 疑似病例 或是疾可能病例等等 那接下來你就要知道說 那你 你做了這個 就是Surveillance 那個是 是能夠看到什麼 是說假如你是持續可以看 然後你假如說 你是看整個population的話 你是看整個population 一個favorite 就是它的盛行率 還是說你是看了一個 一個心病例數 就是incidence 所以你要非常知道說 你收集到的那個資料 它的分子是什麼 那假如說 它需要使用到的分母 它的分母是什麼 那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再講 你常常在看流感的資料的話 就會看到 我們常常提提一個 叫做就整率 那所謂就整率 就是說 那在那個以前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收集到全人口的資料的時候 那我們會試著去使用一些方式去替代說 替代說那個就是 那個資料的可能一些的不好解釋性 那所以譬如說 我們資料 可能就是說 我們今天跟1000家的診所合作 那這個1000家診所的 每週的求診的總人次 可能就是我們的一個分母 那另外這個是分子 就是可能這個 每1000家的 這個1000家的診所 有關於就是 這個禮拜來求診的病人裡面 有著出現感冒的症狀 那所以你這個分母 也是要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有些情況下 那個就是我們只是要 我們信任我們的 我們收到的是一個 population-based的一個 surveillance 或是說 在一些調整情況下 你只能收到分子 就是說你沒辦法去 確認說你的 就是你的母素 沒辦法確定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看到的資料 是只有看到那個分子的部分 那不管是任何的surveillance 那尤其是在那個 就是傳染病方面的話 或是任何疾病 疾病 疾病 或是說是那種 慢性非傳染病疾病的話 你再看的事情就是 time-based and person 就是人時地 你描述任何事情 就是這種人時地之間的關係 有多少 在某個地方 譬如在台灣 然後在什麼時間 然後有多少人 譬如是病情感染代言 或是說就是 一個新的疾病病 病情感染的感染 所以這個 你要知道說 Servants通常 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要清楚描述人時地 所以當你在看一個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先看一下說 那個這個資料 是不是到底 能夠跟你講說 那個人時地 假如沒有的話 他可能少掉一個說 譬如說我跟你講說 這個 今天流感有 那個就是 每週有增加100個人 那你到底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 你到底在哪裡發生 到底是台灣資料 還是美國資料 還是日本資料 不知道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幹嘛 所以那個資料可能到時候 就是變成說 可能就是不是很有用的資料 那傳統的資料的話 就是監測的話 就是那個 假如是遺傳病來講的話 就是那種安逸的報告 就是一個 Case Report 就是一個被人 譬如懷疑是一個 結合病的話 那醫師就會 就是需要去拿那個 就是通報單子 然後填了很多資料之後 用傳證方式傳上來 但是吸引的方式 就是在 在某些疾病項目的話 我們發現說 假如還在用傳統方式 去做一個監測的話 那就是非死非力 舉個例子來講 像早期我們在監測的那個 在流感的話 就是這種 就是有病人去求 就是求診的時候 就是有那種疑似 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來當作是一個 流感指標的一個 替代的一個監測方式 那因為我們不太可能說 這樣所有的病人就是來 就是有感冒症狀的病人 都去做一個流感的檢驗 因為就算是流感快篩濕劑 它一個濕劑也是幾百塊 那計算說你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流感 那其實醫師治療師也是差不多 那加上那個快篩濕劑 它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就是sensitivity跟specificity 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變成說 那假如只是要去看 一個流感的一個趨勢的話 那傳統是需要用人工去蒐集的資料 就是一個主力的個案報告 那現在就是 其實現在是會使用一個叫 Sendromic surveillance 那早一點的話 我們會使用這種 定點醫師的報告方式 也就是說 你會在那個就是請 我們會請那個就是 合作的定點醫師 大概是 以前大概是600到800個左右 那請他就是回報說 這個禮拜你看了多少個病人 那這個多少個病人當中裡面 有多少個是有符合類似感的症狀 那就只要回報這個數字回來 那這個資料呢 那在過去的話 是收集方式是 醫師需要打電話 就是我們需要同人去打電話 去跟醫師問說 那你這個診所上個禮拜請期是怎麼樣 但是呢 那個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那個醫師是很忙碌 然後所以這個變成說 有些時候就是 要收集這個資訊 有些時候就不是會那麼的穩定 那醫師可能會請假或等等 那所以這個資料 就變成有些時候 它的 要收集的資料的時候 它的一個是說 收集完成的時候 需要花上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加上它的 就是比較廢時 那所以新的方式我們就想說 那從SARS之後就開始想說 那到底有沒有方式可以說 變得更自動更即時呢 那所以在 那個 就是我們就跟那個 就是美國那邊合作 美國的PS4大學合作 那開始我們就想說 好 是不是可以使用這個 像一些自動化 或是會自動上傳的資料 拿來做一個監測 所以我們台灣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有很多 有很好的 但是現在說很好 但是其實也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 台灣是因為 在健保署的 帶領之下 那很多的通報作業 就是申報作業 都是需要電子化 那從此之後呢 就是 就是帶領整個台灣的 整個醫療系統 整個電子化 然後包括說 包括整個醫療系統 醫師在看展的整件系統 整個都是電子化 所以大概在SARS之前 其實就是 大部分台灣的醫院 都已經開始 可以使用這個 這種 那個就是 那個電腦來做 那個就是 開藥 做那個病例的 那個記載 那在美國的話呢 那個美國的話是 他們 醫師是 去加那個就是 他的診斷等等 他是說 他是會用手寫的方式 去做一個記錄 然後最後那個就是會 在早期的話就是 他們沒有電子系統的時候 是會將這些資料到 在最後 最後是交給一個 疾病分類師 去做一個疾病分類 然後 不過 那個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台灣的 那個整件的資料 所以目前就是 我們第一個 Sendromic Service 也就是說使用這些 就是一些指標來代表 這個 來做一個 監測的那個使用的話 最少就是使用這個 急診來的資料 那這個是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資料是希望 比傳統的收集疫情資料 就是收集資料方式 還來得及時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也不用等到診斷 因為其實像流感的話 我們只要看一個趨勢的話 不需要等到實驗室診斷 因為假如是 就算是快篩 他是需要花比較多錢 那就是假如 你還在等到說 像是做一個病毒培養的話 他需要花上 兩個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那個基本上 當你知道答案的時候 那個疫情可能已經過了高峰 這樣子 那你要想他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也都比較晚 那所以就是我們希望更快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就是能夠找到一個電子方式 去收集這個資料 那而且是能夠持續性 完全就不需要說 有人工去做一個通報 那所以就是我們使用了那個 ROS系統 就是我們就是跟那個 醫院的急診室 就有一個合作 那就是你只要今天你去急診 就是看診 那當你醫生看完之後 那剛開始就是說 可能讓你回家 或是幫你開藥的時候 那這個資料大概是過了幾分鐘之後 就存到疾管署的資料過來 所以這個資料非常地及時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說 我們如果去使用這個代碼 來組成一個我們有興趣的 一個監測的項目 那所以那個 其實這種群眾病 surveillance 不只是只有急診的資料 那資料來源可以很多 那收集方式也可以非常地多 那也可以是主動也可以是被動 那甚至可以使用一些新型的裝置 包括說現在新的一些 手持式裝置 或是包括說你現在帶的那些運動手環 或是這些身體訊號這些監測器 都可以當作是一個資料的來源 那所以就是它的資料來源 很多都可以拿來做一個就是症候群的一個監測 那包括說疑似的診斷 那包括說那個是 這個就是19的勤務中心的那個 就是接到的那個就是電話 那甚至是說那個 在一些非傳統的就是像是 一些圖學習的紀錄 或是說那藥品銷售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拿來做一個可能就是 在替代譬如說監測流感的一個替代的一個指標 那當然自動化這個監測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需要有那個人的介入 那舉一個例子來說 就是這個是實驗室自動通報系統 那這是在美國的一個案例 他們在監測那個就是A肝跟B肝的時候 那他們就使用這個就是 一個醫院的那個醫師的那個就是 電子病例的記錄加它的實驗室的那個 那個檢驗結果 那用這個方式去自動去抓出那個 可能是極性A型肝炎 或是極性B型肝炎的病例 那就發現說其實它的那個通報時效 包括那個就是整個那個通報的完整度 都比傳統方式這種人工方式來得好 那在台灣其實也開始有這個 實驗室自動通報系統 這個是台灣目前作業的方式 也就是說在醫院現在講說 醫師開了一個檢查 那之後病人做那個 那把這個檢體就是送交到 那個就是醫院實驗室之後 那這個實驗室結果做完之後 就直接到進到那個醫院的實驗室系統 那實驗室的系統 那經過這個整個醫院資訊系統的交換之後 就直接上傳到疾病管治署 那所以目前來講 就是台灣有20種的病原體 包括諾羅病毒 倫狀病毒 或是A型肝炎等等病毒 好幾項大概20項的病毒 那個病毒或是細菌的資料 已經可以即時進到台灣的那個 疾病管署的資料庫裡面 那外來的話這個資料可能就是會慢慢 可能今年下半年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資料慢慢 會被我們使用為常規一個監測的資料 那當然好處就是說 它除了說那節省說那個人工通報之外 那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那個就是你需要人工通報的資料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這種比較被動 就是要被動監測的方式 那你需要人去看到這個 就是醫師看到的時候 在那個就是他覺得說 有懷疑或是覺得說 他覺得他想要通報再通報下來 當然我們以後 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可能是有老師講過 就是這個疾病通報是有一個 就是假設法令上有病通報的話 它是有一個法令的規範 但是實際上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個通報其實要做很多事情 除了醫師填這個單子的話 那我不知道這邊同學有沒有是住台南 或是住高雄的人 家裡住台南高雄的人 家裡住台南高雄的人 就是當你住台南高雄的時候 那家裡只要不定是你家裡 那可能是你旁邊的鄰居被通報是登格勒的 然後後來是確定病理的話 那後續還要做一些很多的噴藥等等 那可能就是民眾就開始會覺得不爽 為什麼 那個 那個 他被通報之後還要被那個 溫泉還要進來那個家裡去找說 看看有沒有文字 理會長解決 然後找到之後還要給你罰錢 然後還要給你噴藥對不對 然後所以就是變成會有這種 醫師會覺得說 那通報之後造成很多的民怨 然後會降低他一些通報的一些意願 那所以可能 那當然他會有很多方式可能 避開就是說 會被開發的情況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不是很好 那所以 因為這個畢竟還是 要靠人在通報 那所以就是假如使用這種實驗室中通報的話 就是說 那基本上實驗室出來 就是 我們就是假如是陽性 那就是 我們基本上就算它 可能 就是可能 就是一個很可能的一個病例 那當然 真的確定病例的話 它還有一些比較嚴謹的 那個 一些臨床的定義 因為 舉個例子來講 像說 那核心肝炎的話 它可能是核心肝炎的 應該是核心肝炎抗體是陽性 但是有些時候 它就是 它其實是沒有臨床症狀 那 但是它這個情況又可以持續很久 它到底算不算是一個 一個真正的病例 不知道 但是這個好處是說 你假如是說 看一個疾病流行的趨勢時候 它這個資料就已經足夠 讓你就是去看到那個一個 整個 疫情的一個波動這樣子 然後而且就是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 不用 可是就是說 需要要求說 臨床的醫師是 一直不停地去做一個人工的通報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以流感來看的話 這個是 紅色線 紅色線是我們實際上 實驗室中通報收到的資料 我們大概是從那個 去年 年底的時候開始收資料 所以大概收了一年 可以看到說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就是 藍色是我們流感病化重症的通報資料 那另外一個 紫色線是我們的那個 急診的一個 急診的一個 急診的一個趨勢監測 那還有一個 這個中色線的話 是 是我們的那個 傳統的那個 就是 合約實驗室通報的資料 合約實驗室大概是有 100 多個 醫師 就是熱心的醫師 就是看到說 一個禮拜看到 大概有3到5個的 那個就是 疑似是那個 那個感冒 上呼吸道感染相關症狀的 然後他們會去熱心的去做採檢 然後之後這個資料就會上來 那所以看到這個趨勢其實是非常的一致 那除了在這個時候 發現說那個 在年初的時候 這個實驗室中通報系統的資料 這個紅色線跟這個 我們傳統的這個社區的病毒 採檢的話是有落差 那這個當然就是會有一些問題就是 包括說這個資料的代表性 那因為傳統的社區的病毒合約實驗室的監測的話 它就100個醫師左右而已 那所以很容易收到 因為今天醫師的 他的這個請假或說今天送的檢體量比較少 等等他的資料就被受到干擾 那所以現在變成說 我們現在參加的那個醫院大概全台灣有29家 那所以這個 一天收到的檢體量大概是遠遠超過於這個 我們傳統透過這個實驗 那個就是社區病毒採檢這種的數量 所以它整個資料的穩定度 其實是非常的好 所以它跟我們的一些其他的系統 包括說乳管病毒重症的一個監測 我們的ROS系統的監測 其實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所以 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制 因為畢竟說像是這個實驗室自動恐怖的資料的話 它的資料收限於 醫院上能夠做的項目 舉例來說就是 醫院能夠做的一些最多項目 就是以乳管來講 它的最多項目就是乳管的快篩 但是假如說 所以今天也是 亞特別再去分它的次分型 譬如說它這個是 HYSAH3的話 那你這個就沒有辦法 那 所以變成說 新的建設系統的話 做這種新的那個 叫分析系統 那 可能是可以來補足一部分 或是可以做一個 跟傳統系統是可以做一個互補 但是 大部分情況下是 不太能夠完全去取代說 一個就有的系統 那我們也會講到一些 等一下講到後面的一個問題 好 那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 這個Synthromic Service 這個資料是什麼 這個資料是使用健保署的 門診急診跟住院的就診資料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健保署規定說 你大概醫藥院所 至少 就是 在前一天的那個 那個IC卡上的那個 就是就診資料的話 就是需要上傳 那所以這個資料 因為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我們更加保守合作 就是跟他講說 假如有服務要拿幾個ICD9 跟傳病有相關的話 就需要請他們 就是算好這些答案 就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次級統計資料 去做一個監測趨勢 就可以看到全台灣的那個 譬如流感 腸病毒的就診人數 看到它的趨勢波動 那當然 還有一個是那個是死亡的話 我們跟統計處有合作 就是 因為台灣這邊有一個死亡的 死亡的一個通報系統 所以大部分的醫院 都會透過這個死亡通報系統 然後這樣這個資料 透過這個網頁的方式去通報給那個 我們衛生福利部的一個統計處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它的資料 因為我們剛才做一個資料交換 然後我們就可以特別 用這個裡面的資料來看說 譬如說這個禮拜 因為那個肺炎或是流感死掉的人數 是不是有異常的增加 或是說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你的疾病死亡是不是有增加 那最後也可以看見說 這個某個疾病的 譬如說流感 比較嚴重流感的病人的話 他是不是有增加 會想說這個疾病嚴重程度是變高的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資料來源 那資料分析方法就是 大概是都差不多 我們這邊也講到一些就是 有些叫ETL 所謂ETL就是所謂就是 資料的那個就是萃取轉檔這些 那這邊會有很多的一些工具 那通常假如不是念這些資訊的專業的話 基本上不太需要去了解說這個後面的技術 但是要知道說 其實大概 假如你今天有做自己的分析的話 你在做一個事情 譬如說你今天使用R 你今天使用SaaS 你在讀資料記載的時候 你有一些時候發現說 那個前面的資料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需要花時間去做一些 譬如說那個 可能他這邊 他那個格式不對 多一個空格 或是說這個日期可能不好 那你做這個事情之後 就是其實你也是在做一個資料 那個轉檔跟清理的動作 那只是說 我們這邊特別是講說 這個事情是說 完全是由機器自己直接去做完這樣子 那後面就是你會有一些相對應的一些工具 去做進行這些圖表的這個繪製跟產生 我們等一下後面再講 那這個舉一個新鴻熱的唯利的話 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個以新鴻熱來講 傳統的話是需要醫師一個一個 就是假如看到一新鴻熱的病例 就要用人工去通報 那現在的話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健保資料 就是說 我們直接去看健保屬的趨勢 其實就非常的好的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也可以去監測說 那個就是假如是這種 那個A群電球菌的感染的話 它除了造成那個就是 新鴻熱之外 它可能造成一些重症 造成一些毒血症死亡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那個死亡的資料 來進行那個就是 進行一個監測這樣子 所以是會有很多的方式 這種自動化的自然進來資料 去幫我們做一些 那個就是疫情的一些監視這樣子 那這邊特別講到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急診的那個 就是RAS系統 那這個資料是從急診的那個 診間直接收過來的資料 那早期的目的是為了說 是不是有機會在急診去看到那個聲孔相關的一些診斷 那因為這個是 這套密集系統 就是美國在911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希望能夠是不是也在醫院的急診能夠設立一個系統 就能夠去偵測 像說那時候是有那個信封裡面裝那個白粉 那其實是那個碳驅的包紙之後 這個事情 那其實後來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不是太可能 因為第一個是說 醫師要能夠在急診第一個時間點 就是我看出來說 這個病人 那他的症狀就是什麼 就是碳驅病 這個除了他是 今天他是神醫 那基本上神醫沒有幾個 就在科幣也不是神醫 那你很難說 他一眼看出來就是碳驅病 所以大概是說 這個後來就是 這個系統變成說 你假如要去看一個 就是說我今天要去診斷出那個第一例SARS 然後醫師會在這個時間 就是在這個時間下一個SARS診斷等等 基本上都不太可行 那但是你假如說 來看一些常規的一些季節性的疾病 包括像是流感 那像是腸病毒等等 其實他的實用性就非常的好 那所以 這是整個作用流程就是等於說 醫師下完診斷之後 那個資料就已經可以直接進來 那這個中心細節的部分 大家可能就不用特別的去了解 因為這個是比較偏資訊的部分 那大概是要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SARS資料上來速度非常快 就是一旦你去看完 過完號 那醫師看完診之後 大概十分鐘 最快的話 那個資料就已經寄到CDC的主機裡面了 那這個是我們收集到的欄位 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我們收集到是有醫院的代碼 然後病人的生日、性別 然後那個入院的時間、日期 然後還有它的主數跟它的ICD奶 那目前來講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ICD奶的組合 就是說也就是說 譬如說跟感冒或是上呼吸調整的 相關的代碼可能有幾十個 那我們就會幫這些代碼組合起來 就是說定義成一個叫做類流感 所以目前來講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監測特定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有具有那個 就是這種季節性的一些旧型疾病 所以目前看到 我們用這個急症的資料來監測 像腸病毒感染、類流感、紅眼症 還有包括就是冬天的腹血疾病 因為主要腹血疾病 是因為冬天的那個人狀病毒 或是NOR病毒的感染 造成一個在秋冬過後 這個整個人數會大幅的上升 好 那 它資料代表性實際是非常好 現在全台灣大概一百九十幾家急診裡面 我們大概是常規穩定 提供給我們資料大概有一百七十幾家 那當然這個我們從急診過來 跟我們從健保這個就是 世貿資料的就是 假如是以那個腸病毒來看的話 它趨勢非常接近 那因為主要是它的診斷 基本上都是使用醫師下的那個ICD代碼 但是呢 大家想想看 這樣 你假如是使用ICD代碼做的這個 這個一個監測的話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人大概知道說 譬如說我今天好 那 是不是很肯定啊 就是醫師反正 他就有 我下了一個腸病毒這個診斷嘛 那 反正就是系統會自動撈出來 然後 就是那個 整個最後就會算說 這個是今天是多了一筆糖病毒感染 但是 這個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的系統 有沒有它 有沒有一些弱點這樣子 其實問題會有很多 第一個是說 那 醫師 醫師在下這個診斷的時候 可能是 可不可能因為說 那個 就是 一些保險給付的關係 然後 去改變他的診斷 也就是說 那好 那我今天 假如說我下這個診斷 然後那個健保署給我請 是 或是在那個 可以做檢驗項目的話 或是 它會比較容易被核戰的話 那醫師可能會改另外一個診斷 那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 明天就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大家有注意到是說 明天開始就是 那個健保署開始使用 ICD-10 好 ICD-9跟ICD-10 我不知道怎麼 其實大家在其他課的老師 有稍微提過 那這個 ICD就是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那早期的話就是 應該是說 從 那個 2000年以後 台灣開始就使用ICD-9 好 那這是第900 那這其實是WHO公告大概二十年前的版本 那但是因為我們 你知道我們是 我們當然不是美國的第五十一種 但是其實 因為老大哥開始決定說 明年開始使用ICD-10的時候 所以我們健保署也決定比照 那當然不是這個原因啦 主要是因為說 ICD-10 它對一些疾病的一些 包括它的病例分類 跟那個 它的一些細部 描述說這個 譬如說 你今天骨折的話 它到底要到什麼樣的階段 是說 目前是在急性期 或是說它已經是有 產生一些病發症 或是說它是在附件等等 這些 ICD-10的話 描述可以變得比較細 那也就是說 當然使用ICD-10的好處 就是說 未來的話 你假如是說 在使用健保資料庫 在做研究的話 可能光是使用這個疾病代碼的話 你就有機會看到一些病人的一些癒後 但是這個 這個事情呢 就造成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資料 醫師是使用ICD-9 那所以到明年 開始就看10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前面講的 剛才講的那些 全部都是透過這種 電子這種交換的話 那就出現問題了 那因為系統的話 可能因為它上傳的格式 因為ICD-9跟ICD-10的長度不一樣 ICD-10是比較長 因為它需要比較多的那個就是 比較多的資源去描述說 那個疾病的那個 它的一些癒後 跟它的那個情況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整個 整個剛才前面講的 是非常美好的 那個10分鐘 或是完全自動及時 這個東西完全就被打破 因為這個主要是說 你前面進來的資料 就是開始就開始出現問題 那所以 事情總是不能完全完美 所以我是想說那個 我們早期有一些 像是人工的方式 像是我們定點醫師系統 透過這種人工方式去 去詢問說 醫師到底看了多少個病人 然後多少個病人是 產生在流感 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系統 假如當時還繼續留著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這麼的擔心 那所以今天 特別在這邊講說是 其實我今天在這邊講話 腦海終於一直想說 那我們這些自動化的系統的話 這是新的所謂數位監測的話 開始就是反而是造成我們一些 數位監測這樣子 就是 所以 那個就是沒有 沒有盛行是那種 就知道完美的 那當然你說 我們這個資料可以來看這些 那個就是做一些 就是拿來使用的話 就可以拿來看說 看說 這是什麼時間點 我們已經超過一個 流行的那個 警戒指 或是到達一個流行期這樣子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的計算方式 那目前這個 我們有不同的疾病的話 就是會有不同的一個計算 說什麼時候到達一個警戒指 什麼時候到達一個流行禦指 那 以這個 這邊的例子來講的話 我們是參考 美國的那個計算方式 就是使用一個Double-Mean的方式 就是 細節的畫梗 就是 之後那個 或是之後 假如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再跟 再寄個 就是這樣子要寄給大家這樣 那 那 使用這個資料 大概自動收集來的資料的話 就是說 你免不了說 那個就是前端有一些 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它就會受到一些干擾 那你就要勢必要去 知道說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以紅眼症來講的話 它真正的有訊號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我這邊箭頭指的是 它是真的 實際上在學校發生 就是整個 整個血統的紅眼症的大流行 那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每年的那個春節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訊號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是 那個在每年過年的時候 那個黃鹹症的人數就變多 其實並不是 只是因為說 這個在過年期間的話 那 那個就是眼科診所幾乎都是關門 關門的時間的話 那那個 就是需要看這個 這個結膜炎的病人的時候 就是都會到急診去報道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 一個假的訊號出來這樣子 所以在使用這種資料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那這種 新的資料的話 包括說 我們不管是說 從醫院來的資料 或是你看網路的資料的話 你就知道說 常常會有一些就是 artifact 就是說 會有一些假的訊號 你需要去很小心去解讀說 它是不是真的發生一個事情 那而不是說 只要看到一個訊號 就是一定是真的這樣 那在資料清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只是去舉一個 現在CDC的例子 就是我們有非常多的系統 那 那個 當然我們前面接收段 就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資料庫主機 需要做一個去接收這些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 進來的話呢 是不是就能夠馬上的用 大部分的情況不一定 那 那假如說你要跟其他系統 能夠做一個連結的話 那你就需要在額外 做一些資料的清理 那所以就是我們有一個 它的資料藏儲系統 那它做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說 將前面收集 這些資料庫的資料 那再加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很 做一個清理 然後這個當然這個清理 是透過器器去做的事情 那清理完之後呢 那這個資料當然就是可以 就是給其他系統去使用 包括就是去做一些 視覺化呈現 或是給同仁人自己做一些資料分析 或是放在 就是 就是去使用這些 GIC系統來做一些地圖呈現 或是給民眾去看 就是放在這個 我們的傳避病 重新查詢系統 那這工具當然有非常的多 但是大概 道理大概是差不多 就是說你需要 有一個 一個超級的資料庫 你需要一個 就是資料清理的一個工具 那你需要說 那可能在更新的話 你需要一些 非洲結構性的資料 資料庫 你才能去處理一些 大部分是文字的資料 尤其是 從社群媒體來的資料 那在資料視覺化方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 傳統我們只是滿足說 以前可能說 就是一個 會以所有一個畫出來圖 或是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table的話 我們就滿足了 但是新的話 可能大家就知道說 可能就是會很多 需要很多的方式 去抽一個資料呈現 那會使你的資料 凸顯說你的那個 你強調的部分 然後或是說 你在溝通上面 會覺得會更有用 會更加的吸引人 去注意你的 需要傳達的訊息 那 我們自己 這個是我們目前 大概有一段時間的 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的這個 傳避病重新查詢系統的 這個網站 大家假如有興趣 看台灣傳染病資料 可以連到這個網站去看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房地傳染病 還有包括說 我們使用急診 跟健保資料 進行的 這些季節性的 傳染病的一些監測 那也可以看到 包括 以流感為例的話 也可以看到 重症病例 就是可能因為流感 得到流感之後 併發肺炎 或是一些 這些病例 需要移到 加護病房 或是死亡的病例 那或是說 這個是從 急診或是門診來的 這個 內流感相關的 一個就診人次的 那個就診比率 那或是說這個是一個 呼吸道病毒的 一個分離的平行 或是流感病毒的 一個分離情形 看目前的流行病毒 是什麼 另外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目前在 那個 使用這個死亡的時候 這個因為肺炎 或是流感死亡的人數 是不是有異常增加 那目前你看到 這個資料 都是 大概除了病毒之外 那大概 幾乎都是自動蒐集的 那或是這個 那包括它 整個資料呈現 這個 也都是自動去 做一個呈現 那每天都自動去 做一個更新 那當然我們不會滿足說 這支傳統圖表 包括GGS 也是我們使用非常多 所以在登格日的話 就是我們會使用 這個一個 擴散地圖來 呈現這個 這是一個 病例散播的情形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說 整個疫情是怎麼樣的擴散 那 是不是目前哪些地方 還是集中一個熱區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 我們會用一些視覺方式 來呈現說 一些境外移路的情況 那 你就會知道說 很快清楚知道說 這個 可能比較多的境外移路 病例的國家是哪些 那 可能叫萬一說 你要去一些國家去 去進行旅遊的話 你可以比較早 做出一些的一些防治 或者做一些防範 那當然 我們也試著使用一些 就是 新的東西 就是包括說 使用最小統計器的概念 那 將我們的這個 登格日的一個 病例集中區的方式 去做一個視覺化呈現 那 這個最小統計區 也是稍微提一下 那這個是 內政部統計處 為了就是一個 一個 比較小規模 小範圍的一個 而且比較固定的一個統計區 所定立的一個 三級 就是包括最小 一級發布區跟 二級發布區 這個 人口設計資料統計指標的一個 發布的單位 它跟村裡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那我不知道 這邊 就是家裡有沒有遇到過說 你今天村裡被改名字 或是被合併這樣子 那因為村裡這個常常是因為說 今天可能居住這個村裡 人口數變多 那它可能就會被拆成兩三個村裡 或是說你今天這個人 整個外移 那可能這個村裡就會被病 所以這個 假如是以村裡作為統計單位的話 其實它這個資料常常在異動 那就是假如說 你是以一個確定 就是確診那種最小統計區 它的單位是比一個村裡還小很多 那它是以大概是 兩到三條結 這在四區的話大概是 兩個block 主要的一個範圍 就是一個最小統計區 那這樣子一個範圍大概是 四百個人居住的一個地點 來做一個分佈的話 那這個資料相對是比較穩定 那這支指標也相對 是可以比較 容易做一個比較性 那所以未來的話 如果假如有興趣去碰的話 大家也要知道說 那個 我們的內政部統計處 有這樣子的一個資料這樣 那當然好之處是說 那民眾知道說 這個 以一級發布區發布的範圍的話 它的鄰近街道是哪些 但是 他也許他不知道說 他到底是哪個鄰居 到底生病 但是他知道說 他住的這個社區 這個地方 是有登革的一個病例 那需要做好一些資生源的一些防治 然後做好資生源的清除等等 那這個當然 我們也是使用一些 視覺化的方式 去做 使用這個熱區的 一個擴散的一個示意 還有包括說 這些就是 一些病例集中的一個情況 那這些是一些視覺化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分析 或是更有趣的一些呈現方式 那這邊再特別講一下 那傳統的方式就是說 那你就所有資料清理的事情 都是全部都是在 進到疾管署裡面的 自己的主機 然後去做這個事情 那新的話 就是說大概這兩三年吧 這是 就開始會有這個 使用這個雲端的 雲端主機的概念 這個雲端主機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說 以疾管署為例 那疾管署 目前有些的資料 那是放在 我軟的Azure的一個雲端平台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在它的頻寬 或是它的資源 它完全是在那個 就是 微軟的雲端上面 那完全不需要使用 那個疾管署的資源 那是這個流量也不會說 那個 譬如說 假如說這個今天 這個熱非常熱的時候 那也不會因為 太多人在查詢 就是 把整個這個疾管署的網站 癱瘓掉 那而且隨時想說 這個今天 在我軟這邊 雲端資源的那個 就是它的頻寬 或是它的 效能不是很好 所以隨時可以就是 加上去那些 加上去那些資源 那 你這樣 當你家 譬如說我今天 因為說 系統速度變慢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RAM 或是那個CPU不夠 或是說它的 空間不夠的時候 那這個在雲端上面的話 就是隨時可以 就是進行一個調波 那 那也不會影響到整個網站的運作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使用這個雲端上面的一個 視覺化的一個工具 像是微覽的Office 365 所以 目前 這個還沒有對我們民眾開發 但是 我們的 我們衛生局同仁 就可以使用這個雲端的一些 就是分析的報表 直接去拉這個雲端的資料庫 然後去做一個視覺化呈現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 一個趨勢 然後就是說 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料 就是說 會使用這個雲端的方式在 這個就是 雲端的平台來做一個服務 或是做一個運用 那當然 大家使用最多的可能就是 包括像是Gmail YouTube 或是Facebook 這些都是在雲端上面 然後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優勢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你要小心說 你使用這些雲端支援的時候 那就算說是 有那種私有源的話 你要小心 反正資料一旦到了網路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被那個 就有可能被卸取 那當然就是要需要很多的一些資訊 資訊安全的一些議題 這個就不太細講 然後這個是我們一些範例 就是說 我們使用這個像是 這個是Excel的Power BI Excel 2013到2016以後 是使用一個PowerFuel 然後去做這些資料的視覺化呈現 所以假如大家還沒用過 可以去試一下去裝看看 那在某個程度說 它可以比你那個傳統的那個 包括PowerMap 這個比你傳統是使用這個 Excel比較實 那個比較淡版的圖表 可以變得做比較多的互動 還包括做 它有一些新的採選的工具 然後這個也是 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今天做了一個篩選的話 譬如我今天篩選2011年的話 那可能這個整個圖表的趨勢圖 整個都會做一個連續的變化 包括這個整個的表格 所以這個是 大家可以有機會去摸看看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應用 那另外在工具的部分 那假如是使用SaaS的話 SaaS的話 它其實在這個 居上資料的分離 就是在Big Data的分析 然後是所謂的大數據分析上面 它有一個非常PowerFuel的工具 叫做SaaS的Future Analytics 就是SaaS 它簡單叫做SaaS BL 那它就是 它可以很快讓你就是一個 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一個網頁上面看到一個 就是相關圖表的產製 然後 當然 它的優勢不會是資料在這邊 它主要的優勢是說 它可以將那個資料就是 拋到一個叫做 記憶體的資料庫 叫In-Memory Database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可以 它可以處理那種 幾億筆的資料 而且它可以使用平行運算的方式 然後這個資料的那個 就是整個的在 匯整統計的時候速度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驚人 那當然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也可以就是有一個APP 所以目前這個是我們 書裡面那個 很多的長官在使用的 就是我們目前很多的 傳媒品統計的那個資料的話 可以使用那個SAS的那個 VA的平板 然後去做這個資料的查詢 跟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這個個案的資料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資料可以隨時帶著走 可以帶著身邊查詢 那可能有些工具 大家可以去試著玩 就是說 那講的是說在使用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說最後的 在那個監測方面最後一塊 就是說整個資料的分析跟散播 那一個是說 你可以使用這個ColorDB 假如說你今天看到的一個資料 是具有一個地理分布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ColorDB 那這是一個 溫戰宏老師 他使用那個ColorDB 在做那個就是 登格勒的一個疫情擴散 那這個是 你假如是公開的話 資料是公開的話 它基本上是可以免費去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些其他工具 像是Tableau 那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視覺化工具 那一樣 自從角力的資料是完全公開的話 那也可以是 可以去進行一個免費的使用 那另外還有包括Hightrust Cloud 這是幾個是 大家很容易去上手的一些 雲端的 那個視覺化的工具 那主要是說這些東西 這些資訊的話 其實很容易去做一些 就是傳媒病監測的一些資料的 一個呈現這樣子 那剛剛講完的東西 比較多的地方是 使用資料是來自於 醫師或是從醫院來的資料 那這幾年大概也有些 這個資料是使用網路來的資料 包括 我們剛剛就是 我們這些那個 關鍵字的監測 包括社群的資料 那其實做的事情都一樣 就是包括資料收集 然後資料處理 資料分析跟資料散播 那需要做的事情一樣 就是它需要有一個 方式去蒐集資料 所以它就有一些 比較先進的方式去做 那個資料的蒐集 然後你要做 需要做資料的一個清理 然後做資料的轉譯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做 看到一些實力 那之後就是 可能需要一個 好的一個分析方式 或是建一個model 去看說這個訊號怎麼 一場怎麼去偵測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網頁 或是甚至是 現在是用app 或是甚至未來的話 可能更多的一個IoT 就是物聯網的東西 就可以在上面 做一個資料的呈現 那這個就以Google Food Trends為例 那Google Food Trends 它是在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拿我們 這是關鍵式 大家應該都有使用Google 去做資料查詢 你在Google 像打一個 譬如說你今天打一個 打一個 今天打一個科P 它就基本上 它就會記錄說 有人用科P 在某個時間點 某個地方 然後 下這個關鍵字 因為你現在基本上 你在網路上的話 就是很容易 就是可以知道說 你在 根據你的IP所在的位置 知道說你在 人在哪裡 它也甚至有記錄這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 這樣的資訊 其實就可以很有用 可以拿來做一個 流感的一個資訊 流感的一個監測 這是我們看它怎麼做的 我先看到它的趨勢 以美國為例 它這個趨勢 是跟美國的 使用這個定點 一式通報的監測資料 是非常的一致 這個是在2008以前 是非常一致 但是中間也是有調教過 現在目前是到2013 都調教得非常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後面的情況 我們先看它怎麼做 就是今天你會去 下一些關鍵事的時候 Google都會存下來 那存下來的時候呢 那接下來就會按照說 好 那這些關鍵事 經過這些Machinery 這些機器學習的方式 查詢篩出來 這些關鍵事 可能跟流感有關係 所以這些關鍵事 有些時候 不一定是流感的關鍵事 它有可能說 譬如說 開始的時候 他們在找說 甚至找到說 NBA的季後賽等等 因為這個流感技 其實大部分 跟NBA的球技 其實還蠻接近的 那所以就會有 這些關鍵這樣子 但是你就需要說 去知道說哪些事情 其實是 其實那個關鍵是不可用的 但是 換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說那個是在 NBA的球技的時候 那個它是不是會 容易發生流感 因為其實也是有可能 因為你在一個體育館裡面 待了四五萬人 但是反而是一個 很容易傳播的一個溫床 是不是 也是因為說 這個球技太多的時候 然後去看待觀眾 反而更容易得流感 就不一定 那就是anyway 就是它透過機器化的方式 然後加入人工去選過 就有這些關鍵字 那之後它就 之後它就透過它的那個 它的model 然後去決定說 那到底說這個 這個關鍵字要給幾分 然後然後去fit那個 就是實際上 從那個監測得到的一個數字 那之後就可以拿 譬如我 我用2008以前的資料 然後去做一個叫做training training完之後 那我得到一個model 那這個model 理論上就是可以 未來可以說 可以拿來做也可以預測 所以它 常常的事情就是這麼完美 但是 其實不是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 排序的第一名是那個 流感變化重症 那大部分的情況下 那可能早期的話 流感變化重症 是那個大家 容易上來說起的一個 感鍵字 但是後來的話 就發現 其實那個 在那個2009 H1N1的時候 就是它的觀念 就變得不好 那所以就是 因為這樣子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太偏過於 這個流感變化重症 所以 後來早上去說 它整個這個 預測的那個趨勢 跟那個實際觀察到的趨勢 是不太一致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調整 那當然 後面還是一樣 但是它調完之後呢 還是會有一次出現問題 像是在這個 我們看一看 好 那這個是2012、2013那個流感季 然後再次那個 Google Fluent 還是會出現一個 預測的異常情況下 那當然很多的原因 包括可能是一些使用者 他現在可能不太喜歡 使用這樣的關鍵字 或是他偏向說 使用奇怪 比較常去使用什麼樣的關鍵字 那它有可能受到媒體的影響 它有可能受到說政府的一些 做一些衛教的策略的影響 所以它導致於 它下關鍵字而不一樣 那這邊可能有同學會問到說 那是不是有可能說 譬如說 我那個在那個 像機關署一樣 在流感機的時候 就不定時就會 提醒大家去打疫苗 或是說不定時就會去跟人家說 今天又多死了幾個 有點像是在恐嚇取材這樣子 就恐嚇大家趕快去做一些事情 趕快去打疫苗這樣的事情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的新聞熱度 導致於說 讓大家更加去做這些搜尋 那是會的 所以就變成說 你就需要一些的那個方式去 去除掉這些媒體的效應 那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那個Google它那個整個model 就是那個機器 做很多地方去處理到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不細講 因為這個其實是非常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繼續鑽研 那在登革熱的話一樣 你可以使用這個登革熱的關鍵字 相關的關鍵字 去組成那個就是登革熱的趨勢 那可能大家可以注意到說 為什麼都沒有台灣 那可能就是台灣 你假如今天要看台灣的關鍵字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 就是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到那個Google Trends 那你到那個可以打入一些關鍵字 像說以登革熱的話講 那可能也可以看到一個 還算蠻OK的 或是打入流感 會看到蠻OK的一個趨勢 跟我們的一個監測資訊 你要比較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可以到 連到我們剛才的那個 那個講到的 傳染病同性傳訊系統網站上面的話 就可以找到那個 就是可以來做一個 驗證的一個資訊這樣子 那這是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去預測 就是當你的那個 它可以 除了看到這個 兩個資料的關鍵性之外 就是那個 譬如看到那個 登革熱的那個趨勢之外 它也可以來做預測 那甚至可以比較個 其他國家這樣子 我們再看看 那你可以搭配其他資料 譬如說 我今天有興趣看到的是說 那水在 這個就是淹水 淹水跟那個 就是那個就是 這個溝亂弱軟體 是不是有關聯性 我就打入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 Fladin 然後一個是 Leptosporosis 這兩個關鍵字 它就會出現兩條的 兩條的趨勢線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 就是那個 台風之後 因為菲律賓常常台風 那台風之後 那台風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 它的內BG的那個病數 變得是增多 那其實 看到它的關聯性 其實還蠻不錯 類似像這樣子就是 這些免費的工具 其實 假如說你今天在看一些趨勢的話 那都可以拿來做一個 監測的工具 那 但是常規穩定的話 你可能就是需要做更多的一些實驗 比如你要去挑選更適合的 更適合的一些關鍵字的組合 那你要選擇 選擇 比較適合來做這樣監測的一個疾病項目 然後才能做出一個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監測的一個來源 這樣子 那同樣是說 以那個登格日來講的話 因為有些國家像是印尼跟菲律賓等等 有些時候我們收集它的資料 不是那麼的容易的時候 那或許我們就會利用這種關鍵字 查詢 這個Google Trends的方式去看說 登格日在菲律賓跟印度的那個 它流行情緒是怎麼樣這樣子 那當然也會有些限制 就是說好 那 假如說這個國家使用Google少 其實那就還好 因為大概除了俄羅斯跟中國之外 因為俄羅斯它是用index 然後另外在中國是用百度 那大部分國家都使用Google 所以它基本上的趨勢 大部分人來講 其實都是還蠻可信的 那 那另外就是你要知道說 假如說這個國家 它使用的主要語言不是英文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 那你是不是要用一個 該國常常使用的一個 該國語言的關鍵字 來做一個關鍵字的趨勢搜尋 那另外一個就是Google 提供一個叫Google Correlate 一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就是當你有一組的數據 比如說 我今天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今天丟了一組 這是台灣的那個 常病毒的資料上去 這是美洲的常病毒的一個 就整例的一個情況 我希望說這個Google跟我講說 哪些關鍵字跟我這個流感劑的流行 是非常的吻合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資料倒進去 然後利用這個 那個就是 那個Enter your data 這個地方把資料圍進去 那圍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什麼 就是得到一組關鍵字 就跟你講說 在你這樣的資料的話 這是哪些的Google的關鍵字 跟你的那個就是 跟你的區域 就是目前的這個監測趨勢 是非常接近 那你就反過來 你就可以來看說 哪些可能是說一個 未來是可以組成一個 是利用這樣子的搜尋 就Google轉組成一個 新的一個据測趨勢 或是說呢 是不是在這樣子 一個流行季的時候 是不是有哪些重要的訊息 那我們去值得去看 那譬如說這邊有一個 那個就是 一個就是 譬如說是要屬修等等的一些資訊 可能就是說 可能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常病毒流行季的時候 可能就很多人 會問一些那個 屬修的一些資訊這樣 這些屬級課程 台大屬修 那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大學生 通常會在 因為我們流行季 大概是在五月 五月下旬到六月 六月那個大概是 第二個禮拜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剛好就是大家 萬一很不幸的 需要屬修的時候 會在這個時間點 會去找屬修的課程這樣 那另外就是那個 當然已經有非常多的例子 就是包括說登革熱流感之外 聚集也都是有人做過 然後在有些國家事實上 都可以用 那在中國的話 你假如要做 你假如要使用他們的趨勢的話 或是想要看他們的趨勢的話 你可以使用百度的引擎 那百度的資料是可以拿來用的 那你可以 就是有Paylor提過 他們就是使用這些 中國的一些 他們那個 對外使用的一些 跟旅館相關的一些字 它就可以組出一個 檢測趨勢 那其實是可以拿 跟他們的那個 疾控單位 所做出來得到的趨勢 是非常的一致 那當然 百度 只是其中一個 就是說 在基本上知道 中國是山寨的 這是Google有什麼 或是哪個國家有什麼 他們經常也要做一個MeToo 那所以他們百度 當然Google的那個 Google Trends 或是Google Core Rate 或是Google Full Trends 他們都已經有一個山寨了 所以這個就是百度的預測 百度有一個叫疾病預測 至少有興趣可以連到這個 百度網站去看 那它有針對很多的傳染病 去做一個疾病預測 包括肺結核等等 那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這個 整個 譬如說肺結核在 中國的一個趨勢 或是說在哪個地方 被提及的比較多 那一樣它也是使用 關鍵是收集 好 那這個建設當然除了 那個就是關鍵式收集之外 那另外一個就是 周遭來源 還是來自於這個新聞 那因為 包括傳統的媒體 還有包括新的媒體 都現在外來 就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會有自己的網站 那這是新的那個媒體的話 幾乎都是使用這個網站來 進行那個 知識新聞的揭露 那所以 大概在很早期的時候 就開始就是 就是有像是Hospet 那在更早之前就是 大家可能也許會有聽過 那個就是叫做 加拿大跟那個WHO合作 一個叫做GFIN 就是收集這個網路的新聞 然後 你利用機器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 去找出一些 跟機器相關的關鍵字 或是我們未定去讓它學習之後 它知道哪些的情況 是可以異常的時候 它會將這些新聞 就是重要的新聞 挑出來 然後或是說 一些的情況下 它會將這個 可能具有關鍵字 譬如手力或是異常 或是不明原因死亡 這樣的關鍵字的視訊 透過訂閱的方式 寄送到你的信箱裡面去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是Google News 應該大部分人 有使用過Google News 這個Google News的話 它收集的新聞 其實就可以拿來使用 那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每一則的新聞 都會有一個RSS RSS的話 就可以發現說 它這個資料都可以變成 是一則一則的文字 那你只要使用一些軟體 像是 或是你自己使用 ROS Python 等等的話 很容易可以去做這些 就是Text Money 去做一些關鍵字的一些剖析 然後去看到一些 比如你有興趣去看說 譬如說什麼 金城武的它的那個 目前它的熱度 那是像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 那所以目前像說 有一些是使用這個新聞 作為關鍵字 來做一個監測的話 可能有一部分的技術 是使用這樣子 那另外像Health Map的話 它不只是使用Google News 它也有使用像是一些的 Mailing List 像是Format 或是說一些政府的一些新聞 一些Press Release這樣子 那這個是義大利系統 這個就不太講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網路心的這種諸位監測的話 還有一種方式是 使用那個 就是自己通報的 就是 在國外 就是 總是會有一些很熱心的人 他想說 我就是可以去當那些志工 那 但我們這邊不是講說 要去什麼照顧 照顧紅毛猩猩 就是解救大象 還是什麼 就是弄像癢的一些事情 我們是講是說 他會願意說 去參與這些監測系統 譬如說 他今天有生病的話 他就進來這個網站 去通報說 他這個禮拜有出現感化症狀 所以就 這樣子之後 其實也可以變成一個監測系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我們利用這樣子 可能參與的 可能像這個 最早是在 和比爐這三國 他們就是有一個 Influenza and Net 那現在已經到整個歐洲 大部分很多國家都有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 民眾自主性的監測 通報 然後的一個 健身對流感 所以這個方法是就是說 這個 你假如是 基本上我們也可以參加 假如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 你的資料不會在上面 不顯示 那 那 那他基本上就會講說 那根據你所在的地方 譬如說 然後那個會記錄說 這邊 有多少人 在這個禮拜 有通報了一個 在流感的一個症狀這樣子 他就可以看出一個訊號 所以 他主要是可以在那個 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不是跟那個 流感劑的 那個流感的活動是吻合 那另外也可以知道說 哪些是那個 耗發流感的熱區這樣子 當然 同樣的 在很多國家都有做過 像美國 或是說 在 那個 紐澳這邊 那個是 女性男澳洲這邊 也都有那個 一樣的系統 那在巴西的話 這世界杯也是一樣 就是利用 在世界杯的時候 他手機一個APP的話 就是 參賽的民眾可以自己去回報說 他在這個時間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症狀 譬如說 那假如說他有回報說 是不是有那個 上吐下泄的這個情況的話 就可能有些食物中毒的情況 那 也許就是會去 他們就會利用這樣的資訊去找 那 因為他 他那個就是每個人 這個使用APP的話 基本上手機APP 會記錄你的所在的那個 所在的地點 然後 他經過 經過這樣子去比對之後 就可以知道說 是不是哪些地方 可能是一個 食物中毒的 來源的餐廳這樣子 那 再來 大概是 那個 搜尋媒體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 去年我們講的Twitter 我們就稍微再提一下 那 Twitter的話 我們台灣使用比較少 那帶進去這個 它就是 它大概是一百七十幾個字 就是你 大概一則 一則新聞大概一百七十幾個字 那假如有link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帶 那個帶入一些圖表這樣子 那 這樣子 它 它非常常來使用 有一間測試 主要是說它的那個資料 就是說 它很容易就是說 因為大部分人 會使用Twitter的人 居然是有一個熱忱 他非常熱心 就是 他希望說 他能夠做一個第一手的報導 或是說他希望 他將他的動態跟全部人講 所以大部分的Twitter的 Twits 大部分是公開的 那 可能就是跟使用者的行為 就是會參加Twitter的人 有一些這種特質 有一些關係 那 當然 好處就是說 那 就可以利用這些關鍵字 因為我們會有這些hashtag 那這些hashtag 就是說這些關鍵字 因為它 他們就會有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說好 我今天講到提及到流感 或是提及到Mers的話 我就會特別把這個 或是這邊就會下一個hashtag 就是 這邊就譬如有一個hashtag 然後MERS 這個有一個警字 那 當然好處是說好 那在Twitter的話 你直接點那個hashtag的話 那你就可以grouping到所有的 那個跟Mers相關的關鍵字 那另外一個叫做你 你會使用 懂一點點程式的話 或是你知道說 使用這個Twitter 來做監測的網站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關鍵字 來做疾病的監測 當然還是有它的限制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這個就是 就可以用Twitter來看說 那個 那個 其實那個他 Twitter他 除了看到這個 一折一折的那個twits之外 他你在那個發表的地方 的地點 基本上也是被log 所以他可以 也可以拿來做一個 人 人 就是說他的那個 關鍵字被提及的施數 20就是什麼時候發佈 那D就是在什麼地點 那個就是 發那個Twitter的Twits上來 那當然 很多的應用就是 他已經被拿來做一些 一些 不管是一個傳染病 或是一些慢性病 或是甚至一些 特別的一些 Effects的一些監測趨勢 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稍微 提下巴掛車 颱風 或是流感 咳嗽等等 這個東西就是 已經被大家拿來 當作是一個 可以參考的一個 監測趨勢 在美國 那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舉個例子是 反正大概是 也是有paper就是 就是 就是不停的 類似paper非常多 那就是說 可以使用這個Twitter來 監測流感等等 很多就是 都會說是 非常的好 但是他也會有他的問題 等一下會講到 這邊講到說 譬如說像Twitter的話 因為他每個Twits 都可以有一個 那個geo location 就是會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經穩度 那所以 在那個 美國那個就是 波斯頓那支 那個炸彈攻擊的時候 他就可以利用這個Twits 可以 去用這種 就是假的方式 然後去假到說 那個可能一次 那個就是 炸彈發生 發生爆炸的一個地點 甚至比那個 媒體記者 他跑過去的時候 去找到那個地點 還來得快 所以 大概是一些理想 那跟一些就是學者 希望說 證明說這個 好像是有一些價值 包括說 像中國 它是 中國就是使用微博 它就是微信 微信的話 最早是 會有人在上面爆料 這第一例 就是H3N9 不過後來就是 那個微信的話 包括很多的 中國的那個 官方的 那個衛生單位 也是使用微博 這個微信 來做第一手資料的那個發布 那所以就是 假如你要對 了解中國的東西 是包括像百度 像包括微博 這東西是 不得不去研究 那美國的話 美國的發布也是拿這個 就是 推特資料來 包括看一下 像伊波拉的趨勢等等 我們等一下看到它的問題 在哪邊 這個都是非常理想 就是說 可以使用這個來看說 伊波拉的疫情的熱度 媒體的熱度等等 那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好 這問題來 這個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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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rea的那個 是指說 那個整個 那個伊波拉在 在Twitter上面 被提及的次數 你可以看到說 它一開始在那個 就是 8月11號 這時候 WHO開始宣布 它是一個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的時候 非常多人去 分享相關的文章 或是使用那個 伊波拉當作關鍵字 結果呢 那個 結果後來就是 那個 其實熱度一過之後 它整個量開始下來 那其實畢力度是 一直出現上升 所以你就發現說 其實你要 使用這個 這個社群媒體的資料說 你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它的 它的資料下來的話 就不定 不代表說 真的是一個疫情下來 那另外它的資料上升的話 就是它有一個 訊號上升 不代表是真的有疫情 它可能只是一個 熱度 因為說今天是一個 政府發佈行為稿 或是說今天有一個 什麼樣的事情 的時候 甚至我們會看到說 像 登革熱還是什麼 我看 登革熱 我等一下會想到一個例子 就是使用那個 Facebook當作例子 我們看看 等一下再提 這是使用的Facebook 你可以 因為Facebook的資料 有一個 也可以有 也具有一個位置 所以 你如果是跟Facebook買資料的話 那你 外來也可以做一些 Facebook的一些社群資料的一些分析 那我們這邊講一下Qsearch 那我不知道 應該很多人聽過Qsearch 就是前陣子 它的創辦人才被 台上報紙 就是一個負面新聞 周詩恩 也是一個台大的學長 就是 那它 它 創辦的那個Qsearch的公司 然後那時候是幫科皮打選戰 那是利用這個 也是利用這個Bdata的分析 然後之後 去找到那個 就是 那個就是 就是 它的對手的那個 第一 對手的一些陣營的一些 粉絲團 還有等等的一些 一些弱點 或是說一些 情質的研判 然後那時候 當然這邊還有一些的用途 等一下我們講 有時間再 我等一下再稍微提一下好了 那 它的 它的 好處是說 它可以就是去監測那個 就是 Facebook的那個 粉絲團 就是 還有就是 的那個文章 那 基本上 大部分的公眾人物 甚至是一些比較 意見領袖的文章 它的那個 就 都可以被它收集 然後 它的背後段 就是一個被Data的一個 資料 資料庫 然後它的資料是放在 不是放在Amazon的 還是放在一個 就是放在一個 雲端的一個平台 然後大概一百多台機器 在收這個資料 然後自動 一個machine learning 方式在 處理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 利用這樣子的 那個 的關鍵字 那 來看一個監測趨勢 那 當然這個是 這個例子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 大概是年初的時候 有買Qsearch服務 但是後來是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機關書沒有什麼錢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 就是也沒有再繼續買它去 不過大概 提供它的應用 因為它的一些限制 舉例來說 那我們 就是那個 大概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 一段時間 大概是 4月多 5月的時候 今年就是有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 口肝膠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 感興趣的一集 然後最近是 行肝炎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樣子的關鍵字去搜尋 是不是有相關的 一些粉絲團 提到說 提到相關的報導 這樣子 那甚至是不是有些意見領 就可以幫我們 學這個文章 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個Qsearch 來做個監視 那Qsearch 假如要使用就是 它的網址就是 Qsearch-cc 因為它 登錄是免費 但是你 但是你只能看 最近兩個禮拜 是一個月裡面的 關鍵字的資料 那另外 就是它還有一些的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看到一些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一些comments等等 就是到底說 它的源頭文章是什麼 那這個是 舉例來說 這是感例話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源頭文章是什麼 這樣子 但是這個也會有一些問題 我舉個例子 但因為這邊 我的那個簡報就沒有 就是 我們 在年初的時候 就有看到那個 諾諾病毒的那個趨勢 整個上升 但是你知道 那個趨勢上升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那個 柯B剛剛選完嘛 柯B的那個粉絲團 其實是非常的熱 很多人都會點讚 所以那個柯B就講到說 那個 那時候在武林農場 那時候有那個 諾諾病毒的流行 所以柯B就 就有那個 就是有轉了一個 臺北市衛生局的一個呼籲 就是讓大家 能夠多洗手 然後注意 就是一些飲食衛生等等事情 所以那個文章 就被按讚 跟轉讚很多 所以整個 那個 這邊的趨勢 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沒有趨勢 但是 我們那時候看到趨勢 整個趨勢上來 那只是因為說 那這個 那時候是有幾個 意見領袖 他把那個文章轉特別多 那當然那時候 疫情也是高 但是並沒有說那個 高到說那個 像柯B那個文章 就是那個 就是造成一個 很大的一個訊號 這樣的影響 所以使用這些 社群來的那個資料 你假如說要做一個監測的話 其實要非常多的經驗 但是假如說 你今天是做一個 商業的行銷的話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說 我們通常叫做投遲入遲 就是當你今天做了一個事情之後 你做了一個報導 或是你做了一個 甚至你去買了一個廣告 它到底引起多少的原因 就是說它到底被多少人看到 說它到底被多少人專載 然後當然 Facebook它有一個 Facebook Insights 一個工具 那像是Google 還有Google Analytics 你就可以看那些行為 那可以知道說 後續的話 會那個資料 要怎麼可以拿來做一些 做一些那個運用這樣子 那 當然你可以做一些負面的手法 就是說好 那我今天假如說 大家知道Facebook是可以虛蠻廣告 對不對 那可以針對特定的族群虛蠻廣告 那假如說 譬如說 我今天 以選舉來講 那我假如今天是說 我知道我對手是 特別是哪個族群 因為Facebook大概可以知道說 從那個 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登錄資料 它知道說 你大概是屬於哪個年齡層 你的偏好是屬於 或是說 你去按讚的是哪幾個族群的話 那它給你的廣告 就是那種 它就偏向你說 你喜好的那些廣告 但是假如說 譬如說 我今天給你知道說 譬如說你今天喜歡的是 你今天其實喜歡的是 林玉芳好了 那我知道 你是林玉芳的粉絲 那我就特別說 我塞給你一些廣告 都是林玉芳的負面新聞的話 那可能久而久之 就是你就知道說 你看到奇怪 這個地方好像 在我心目中印象好像不錯 結果為什麼 他看到的都是 他一些負面的新聞 那所以這個就是 在社群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 使用他這些資料 就是會有一些那個 就是被人操作的一些資料這樣子 這是大概是我們之前的一些經驗 那當然好處是說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譬如說 好我 但我們沒有錢 就是假如譬如說 我今天看到特定的族群 我們大概知道說 哪些的族群的時候 譬如說你 因為這邊 假如說 講到一些特定的族群的話 他可能就是 比較會有一些 孔當教行為的這些族群的話 假如我們錢人夠多的話 其實 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資料 去塞廣告給他 就是跟他講說 我們就是要你戴保險套 那做一些安全性行為 等等的一個事情 做一個好的一個 置入性行銷這樣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有一個預測市場 可以預測傳染病 那這個方式跟我們前面講的 是那種自主通報 是有點像的 但是他的方式不太一樣 就是說 他的參與的對象是一些專家 以前的話 這個是怎麼做 因為這個預測市場 並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傳染病 優先做的 以前是譬如說在經濟的部分時候 會有一些投資公司的一些經理人 他會做一些預測 然後做一些預測的時候說 譬如說 未來的話 譬如說這個原油走向會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有一個趨勢說 那這個市場預測是 走向是怎麼走 那同樣我們也可以用到傳染病 就是說 那我今天找了一群專家來 那就是說 那這可能就是 當然會是醫護人員 然後我就可以請他們來講 說憑他們感覺 來預測說下一個禮拜的流感的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就是 嚴重程度 它流行程度會高或低 那這個在美國其實是蠻成功的 但是其實 我個人覺得它只是一個拿來做一個備員 那因為它是要需要被驗證 但是目前來講 PayPal跟我們講是還蠻不錯這樣 我們台灣在過去的時候 是曾經是在2019年的時候 是有跟那個 這個已經不見了 就是未來事件交易所 那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公司去了 那時候使用就是 未來事件交易所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找了一群醫護人員 就是也是上去做一個預測 那其實那時候的預測的結果 跟我們的疫情其實是也還蠻貼近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預測市場的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參考 那當然資訊的呈現方式 不只是只有那個靜態的 那動態的 那靜態的話 包括說這個 就是一些新的一些資訊圖表 都可以就是加深一些訊息的傳播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 如果做一個就是 Dissimination 現在反而是說 會比那個資料搜集來得更為話題 因為這個收集資料 或是處理資料 做整理資料 這個其實是有點像是半個苦工 但是如果讓你的資料 能夠你的資訊能夠說話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可以將你的那個趨勢變成是一個 或是說你要比較的一些疾病等等 那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圖表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立刻知道說 如果伊波拉在2014年特別的高 跟過去比 然後過去的話 最好是在哪一年開始 哪幾年曾經有 哪幾年曾經有大的疫情等等這樣 那這個是另外的資訊圖表 那一樣 譬如說你可以把那個 是非常死硬的一些知識 像是這個是Arnold Arnold就是說 那個大概是一個人 等到流感的時候 之後他可以傳給多少人 那這個 大概就是代表說 一個傳染病的一個傳播的一個傳染力 那再假如說你剛才講說那個 一個Arnold是2 一個是4 可能大家就實時反版 可能就不知道說 這個到底意思是什麼 但是假如說你以一個圖示來講 這個紅色是感染人 他可能就是一個細型感染的病人 他可能會傳染給兩個人 那這樣就很明顯 那譬如說這是麻疹 一個人可以傳給18個人 你可以光是看這個圖 我就知道說 這個好像麻疹就比較厲害這樣子 會比你看一個2個18個數字 會來得有感覺這樣子 那其他的那個資料 可以使用這個 可以使用來做一個 就是疾病檢測的部分 包括說 這些飛航資訊 那因為這些飛航資訊 可以幫助我們去做一個事情 可以去研判說 那據說好 今天在那個西非山口 有伊波拉的時候 那根據這樣飛航 就是這些飛航的那個班次 或是旅客旅遊人數的話 我們有多少的機率 這個病毒會從西非 一直從台灣來 那這個資料程序 需要是使用那個 就是這些航空公司的一些 飛航的資料庫 那這個是一個應用 這個是德國做的 前面是美國的那個 東北大學做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資料就是說 可以使用這個 手機的這個資料 手機的資料大概分幾種 一個是 Codeca 就是它可以是說 譬如說我今天 傳統的叫通年紀錄 譬如說好 因為你在打電話的時候 你覺得一定會說 會有一個資料說 你在哪個地方 包括手機也是一樣 所以手機的地理 你會知道說 你在打電話的時候 是透過哪個基地台 那基地台一定有一個位置 然後在什麼時間點 打電話 到哪邊 這個資料就會知道說 你在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打過電話 那另外一個資料是什麼 就是假如你今天是 你是使用行動電話的話 那基本上 就算你不打電話 你的行為還是被記錄 因為你的手機 一定要跟那個基地台 做一個溝通 在溝通的時候 那你的你的手機 跟基地台 就會做一個資訊的交換 其實就是 你會告訴說 在你附近的基地台說 你現在我的手機在這邊 萬一有電話 或有什麼訊息的時候 有什麼資訊的時候 你要那個 我在這邊你要傳給我 所以就變成說 你的一旦手機 一旦開機的時候 你無時無刻 不管你有沒有使用 那個是那個 Internet 你的資料就是一停不止 一停的那個 就被記錄著 那當然這樣的資料的話 就是 就是在使用上要小心 但是傳染病上面 使用就可能是有 它的 潛在使用的能力 那 你美國 在那個就是 這個IBM公司 在那個 在美國做的事情 就是 還有就是美國的CG7 等等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他使用這個 電話裡面 然後有關 打電話就是在問說 是有問 伊波拉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記錄說 這個電話到底從哪裡打過來的 所以他利用這樣子的資料之後 就可以知道說 當你發現很多人 從這個地方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就發現說 是不是這個村落 這個地方 是不是 是我們之前沒有注意到 但是很多人 在懷疑自己得到伊波拉 那這時候他就派人要過去去看說 是不是那個 需要去看說 是不是這邊有一個 隱藏的病例在 所以可以用那種方式去幫忙 加速做一個 就是 或是預測一個 伊波拉散步 甚至是說 即使去派人過去前往 去做一個 公共衛生上面的一個介入 那當然 在肯亞的 聚集甚至說 最近有巴西斯坦的那個 鄭格勒 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試著使用這個 就是 手機的這個通電資料 去做一個 疫情的預測 因為 這個除了就是看到說 那個打電話的 位置所在的話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假如說在 傳染病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 因為傳染病是跟著人 像有些疾病的話 像是 鄭格勒 鄭格勒它的移動 你說是 是人的移動 但是蚊子 基本上它在怎麼飛 就是那幾百公尺而已 所以當你說譬如說 鄭格勒要傳到另外 譬如說從一個裡 傳到另外一個 或是從一個區 傳到另外一個區的話 當中的情況下 是一個人的移動 那這時候你要 如果知道這個人 是怎麼移動 那 有幾個方式 那 手機的那個就是 你手機的那個移動 是最容易 被拿來使用 就很明確 就是說 從哪個點 經過哪個基地台 然後移動到哪個基地台 所以可以利用這樣的資訊 可以知道說 那個人 大部分是怎麼樣的移動 甚至假如說 你搭配一些 其他的一些資訊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的職業 或是哪些的族群 是上班族或等等 它怎麼去移動 那可能是不是 因為它這樣子移動 把那個病毒造成 就是傳到下一個地方去 那你如果是 在中間做出一個 接著一些介入措施 去阻斷這個傳播這樣子 那這些是一個 一些可能的應用 那這些 其實大家可能 大家等一下會 會想 就是也是會想 問問問題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 一些 privacy 的問題 那是不是會有一些 個資的問題 那 那具體一些研究的話 他們基本上 他們可以使用 就是去個資化的一些資料 來做這些研究 那其實呢 那個 你再怎麼樣去個資化 去連結化 都還是有機會去反推 那個就是 一個人實際居住的點位 甚至推到一個個人這樣子 所以是使用那個 這些資料 其實都要非常小心 那 那也有人在使用 衛星的資料 來那個 來進行傳染病的監測 那傳統 我們會使用衛星的資料 是在做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做一個 直背面積的改變 那 也就是說那像那個 跟那個 跟這個 這個直背面積的改變 跟那個 那個氣候變遷的時候 是跟那個 瘧疾有關係 那所以看直背面積的改變的時候 來預測之後 這個瘧疾的 那個 它那個 整個發生的 那個 發生率是不是 會有 會有一些相對應的變化 那 又有人就是很非常無聊 就是他拿那個 就是這個 衛星照片的資料 他做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比較說 那個停車場的 那個停車的數目 那所以這個是 這其實就是 Hussman的那個Team 然後 基本上他們是 主導整個 這個叫做 數位疾病檢測 這個 這個事情 但是他們 他們也是非常有錢 所以他們就是拿這個 衛星以下去做一個事情 去看那個停車場 數量變化 所以他變成說 他是去看一個 中南美洲好像是 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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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阿根廷的一個 其中一個 一個國家的一個醫院 他就想說 去看這個國家的醫院 那個露天的停車場 說那個停車數目 是不是有增減 所以假如說那個是 那個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 都滿滿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說 很多人去看病 所以他發現說 這個停車場 是不是停滿 跟那個停比較少 是跟那個流感的 跟疫情是有相關的 那其實這個 這個已經還滿無聊 但是有人這樣用 而且這是 國際知名的Team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可能 Potential是在監測上面 是會 會使用到的 就是使用這個UAV 就是無人機 那 無人機不是只有 跟大家來 撞101 它可以有其他的用途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 這個不是台灣人 常常使用 但是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它這是一個定義機 那所以我們在發射的時候 就是會把一個繩子 然後用彈射方式 然後它在彈射的時候 就是飛很高 那這種定義機的話 大概可以飛到 四五百公尺以上 那 就是它可以直接是 在那個大概是 低空飛行 然後就直接去空拍 那空拍那個空拍的時候 它是 它上面就會把 一個相機大概是 用一般做的相機也可以 那大概解析度 可以到達到 五公分左右 所以是非常高的解析度 那在 傳統P上面的使用的話 大部分是來做一些 觀察一些環境 那舉這個例子的話 就像這個paper講到的是說 它利用這個空拍來看出這個 那個就是那個 這個植被面積的 這個是那個 就是土地使用的一些改變 那主要是說 它這邊在懷疑說 那個 因為這個在馬西亞 那個地方有一個 特殊的一個虐疾 然後它想說那個虐疾 是 而且好像是 那邊當地的猴子 是不是會帶有這個虐疾 所以它想要知道說 這個猴子 所分布的範圍 那所以它去 但是你沒有辦法說 那個去 那個去抓猴子嘛 或是說 一直記載說 猴子會跑到哪裡去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猴子一定是在叢林裡面 一定在森林裡面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大概 從這個空照的話 再看那個森林的分布的話 可以隱約大概可以 催出來說 這個猴子可能 會所 會待的位置是在那邊 那當猴子被蚊子叮的時候 那假如人不信心走過去的時候 剛好就會被叮到 就會被傳染 傳染虐疾 所以它算是 它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去做一個預警說 那提醒當地哪些 比較高風險的地方的 那個工作人員的話 要做一些警覺這樣子 那在我們 那個台灣的話 我們在最近 也是來 也試著來做一些 那個 那個就是 疫情上面的使用 所以在今年的登革日 其實我們也是有 用無人機來做一個空拍 那主要是幫助我們 去做一些 知識人員的查 一些查核 大家可以知道說 譬如說 一些的一些 空屋空地 或是它會容易有積水 或是說它在陽樓 那個就是在那個 屋頂的那個頂樓 地方會有種很多盆栽 或者是有些廢棄物 或是一些回收廠等等 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 通常就是你不會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紀錄 或是一個檢測 一個單位去收集這樣的資料 那這時候假如說 你今天有一個空拍的話 那經過事後的一個 研判的話 你就可以幫助你去知道說 這些地方可能 其實會有那個 就是養蚊子 那你需要有人過去去幫忙 做一個資料 那個知識人的一個清除 那當然使用上面的話 不只是這樣子 包括說 其他傳染病 像是那個 我今天是 那個日本老鹽的話 那我就可以知道 哪邊地方有 哪個水稻田 哪個地方有割射 哪個空拍的資料 就可以知道 那或是甚至說 我今天看到說 空拍看到很多的那個 冷卻水塔 冷卻水塔是怎麼樣 就是說 像我們上面應該有 冷卻水塔 它就是非常大的一個 就是 冷卻水塔 就是幫大家 去做一個冷氣的供應 但是 大家看到 最頂頭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 它那個水塔 其實它就 它在那個冷卻的時候 它會激起很多的那個水物 那這些水物 就有可能造成就是 那個 假如萬一是不幸的 這個水源裡面 就是水塔裡面 不是乾淨 有那個 退伍菌症的 這個 細菌的話 它就有可能透過這個 這個水物 然後散播 然後經過通 通過這個空氣 飄飄飄飄飄 那有些那個 就是人的那個 就是他的 身體 或者他的免疫力 比較差的話 他就有可能吸到這個空氣 就被感染了 所以這個 你假如知道說 從空氣就知道說 這些冷卻水塔的分佈的話 那 其實的話 講說 萬一說這個 這個地方剛好有一個 退伍菌症的一個 疫情爆發的話 那你可以很容易知道說 根據這個風向 這個冷卻水塔的位置 知道說可能的一個 感染源在哪邊 這只是一個 那個 比喻的一個應用 那 未來還有一個趨勢的話 就是這可能大家要 要注意的是說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有多少人 你是戴這種運動手錶 或是說這個 Apple Watch等等 那你這個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 可能的話 就是 因為基本上 這個就是會有 繞雲端 那 假如是這個機器 這個 這個手錶 關於那個溫度感測 監測的部分 再更便宜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來收集一個 那個體溫的變化 那所以就是 未來的話 那其實那個 國民健康署也在做一個事情 就是想 我們剛剛在做一個事情 就是想要打算 打算利用說 有醫院幫忙 提供這個 就是體溫資料變化的 這些人 那通過他們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知道 大概約列來推估說 這些有 有發燒 有可能發燒的 這些人的那個 分佈範圍 那當然 有發燒的疾病 不只是只有流感 包括燈戈兒等等 也許這是可能 對傳染病的監測 可以做一個 達到一個 輔助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那甚至說 有些人會把這個 穿戴式裝置 當作是 另外一個 那種電子腳樓 那 後來我們講監測 我說以前講監視 就譬如說 今天講說你今天是一個 接觸到 譬如說 接觸到那個 SARS病人的時候 那你只是 你只是一個接觸者 那我們 公共衛生單位 會希望說你 能夠乖乖在家裡 那但是有 但是你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不乖 那所以可能就是說 未來的話 有可能就是放給你一個 一手環 那你就要在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隨時知道說 你移動到哪邊去 或是甚至說 我們這邊會 IoT的方向就是說 你會有很多SENSOR 可能就是你住家附近 甚至是上面那邊 都會有一些SENSOR 會去知道說 那個 你這個人移動到哪邊去 那只要是你手機是開的 或是你有帶這個 穿戴式裝置的話 基本上你的那個 一切的行蹤都是被監測當中這樣 那監測的使用單位 不一定是我們 不一定是那個 是我們那個CDC 有可能都是 大部分情況是一些 國安單位這樣 所以這個 你只要戴這些手環 戴這些 戴這些手機的話 那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 就叫做那個 個人隱私科研 就是要對那些 那些電信公司 或是對那些 提供服務的公司這樣 只是說那個 大部分情況下 這些資料 使用這些資料說 都要出於善意 那這個資料 也不是隨便可以 容易取得的 那我很快 這個講完 大概是說 很關於就是疾病檢測 其實是使用這些 比較數位的 就是新時代的一些 檢測技術 從資料收集 然後到資料分析 然後資料的處理 還有包括資料呈現的一些方法 我想留一些 大概 留一些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這樣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 好 那 那個 譬如說我講那麼多 哪些可以做 因為我前面有講一些例子 就是 因為我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回去 那個講義都可以 給大家帶回去 沒問題 那希望有些東西的資料來源的話 大家知道說那個資料到底 可以從哪裡拿 那另外在Open Data 可以 上可以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就是很多的 政府的那個 國會的一個叫 data.gov.tw 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一個 Open Data的網站 那上面不只是有傳染病的資料 還有很多其他各式各樣的資料 包括空氣污染 甚至奇象的資料 大家都可以試著去網上看 然後可能你今天的興趣 不一定是傳染病 那當然我們是 我們是傳染病學成 但是你可以拿 拿我們這個就是 CDC發布的一些資料 那你可以試著去看說 哪些資料是 可能會有一些那個 一想不到的結果 像說那個之前的那個 那個李先生老師 他就拿那個 PM2.5的那個Open Data資料 跟我們的那個結合病資料 等等的資料 就可以看出那個 這個PM2.5對這些 健康的影響 那其實還有很多的資料 是可以等待大家去使用 那另外有關於 就是這些工具的話 非常的多 那但是就是 基本的話就是 就是你要知道說 那你大概知道說一些趨勢 然後你手邊 你大概學幾個 那個選幾個你大概 你會的工具 然後去專演這樣子 因為工具用手是 工具用手的話 就是基本上是 會比說你 就是你去學了一大堆 那個劍法來的好 就是你會專一的劍法 可能尤其它不一定是最 最強的 但是如果你熟的話 然後它可以 可以讓它做很多事情 這樣子 那不知道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假如 假如 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就是 那個就是 可以那個就是 可以再跟我聯絡 如果講說你對 就是對資料分析 或是對這些 監測有興趣的話 或是想要 譬如說 你有興趣想到一些東西 想要做 但是 也許說 不知道方向在哪邊的話 都可以 就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這樣子 好 那就是 謝謝大家 這是新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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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